好 刚刚事情也有点到 其实预算这么这么多 可是在消防演习或者设备上 其实是不是高雄市政府有疏失 这么多年来 我刚刚一再的讲 就是高雄市它的城市风险 就是石化重镇这件事 你当市长当了多少年 九年了 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 你不花一点心思 你像那个探地雷达 那个多少钱 十几万而已 不贵啊 红外线气体侦测仪 你站在那边用红外线打 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气体 那这些设备都是 你应该帮打火弟兄准备好 然后你应该拨一点小小的预算 在高雄市这样的石化重镇 让他们具备石化救灾的基本知识 不要用一条宝贵的人命去换嘛 再来我讲到钱 因为陈局现在就是一直要钱 可是过去给你那么多预算 你都花在什么地方呢 花在办活动 花在弄烟火 花在土地上面的美化工程 美容工程嘛 你没有花在土地下面的下水道 跟管线的管理嘛 现在他说 他说重建要十九亿 可是中央派人下去看说十亿就够了 好那有差距了 没关系 就算你十九亿 现在各界的捐款已经有十六亿了 还有两场募款的晚会 那最后那个募那个捐款总共会多少不知道 可是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不是你现在在那边坐地喊价 因为这是一个人祸是有加害人的 是到时候会有补偿的 但是中央也应该拿出更积极 更主动的方法 协助 协助灾民 如果你认为高雄市政府没有办法的话 你直接协助灾民去处理 包括连现在小偷的事情 高雄市政府都处理不好 那我们要问问民进党中央 你们有没有好好来规范全局 或者是你们现在态度怎么样 你说党中央 对 蔡英文 这个事情真的 你如果要说服老百姓说特别条例不需要 那行政院就是赶快成立转折机构 你起码那个领导人要行政院秘书长这一级 因为绝对不是经济部可以完全 那在高雄市政府的做法方面呢 或者副院长我也同意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中央有不同的看法 那你要说服大家 那你就积极一点 积极一点就是说 我帮你cover各部会的协调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持续关系